我就不知道这些支持民进党这些废青 我都不知道你们现在都跑去哪里了 我现在就跑去看那个僵尸展了吗 都不会去抗议了吗 这种用人事去巧的 不在乎警政升迁的 这不是以前国民党最大的诟病 用人事去巧的吗 这些人都跑去这些废青都跑去哪里 跑去台南看僵尸展了吗 一个比僵尸还要恐怖的民进党 你都不怕了 你要去台南看什么僵尸展啊 你认同的答律好不好 介入警人士的徐国勇 要用他派系的人嘛 让人家提早退下 结果人家就问徐国勇 徐国勇就说什么 啊权力本来就是我的啊 内政部本来就是我的啊 结果人家跳出来说 以后人家当警察 都不是靠实力了吗 都是靠什么 靠一个一个舔上去的吗 民进党做事情的方式 就是靠一个一个人舔上去的吗 难怪赖清德会那么乖 啊舔哪里啊 是不是 权力是我的 我在抢我的人士 徐国勇一句 权力本来就是我的 讲的斩点截铁 让前内政部长李鸿源 看不下去 你也没有权力大道说 我今天要用谁 我就可以用谁 李鸿源说一循往例 不论常理或伦理 内政部长都不该插手警戒人士 所以也有基层抱怨 警察就像被派系掌握 走了一个菊花帮 来了一个光头党 靠关系的嘛 你们这些人从基层爬起来的人 我都看不到啦 我就不知道这些 支持民进党这些废青 我都不知道你们现在都跑去哪里了 我现在就跑去 看那个僵尸展了吗 都不会去抗议的吗 这种用人士去抢的 不在乎警政 升迁的警察 这边就可以去搞成这样子 他其他地方不会这样搞嘛 这不是以前国民党最大的购兵 用人士去抢的吗 这些人都跑去 这些废青都跑去哪里 跑去台南看僵尸展了吗 人家都不关心那个 一个比僵尸还要恐怖的民进党 你都不怕了 你要去台南看什么僵尸展啊 你认同的达略好不好 老大这急性发挥了 你们不知道总统府有一个比僵尸还恐怖的 比那种历代僵尸展还要恐怖的一些人 在总统府跟行政院嘛 那边的鬼更恐怖耶 而且会影响到你生活的那个鬼哦 总统府行政院那边一堆鬼 好像内政部也有一只鬼 农委会那边有一只鬼 卫福部也有一只鬼 哈哈哈哈 怎么到处都是鬼啊 你们这时候怎么没有出来抗议 徐国勇介入人士还竟然说 不然得我还全力啊 不然勒 他还说什么 还需要巧吗 啊真的是 就现在年轻人 就是废青也很双标啦 就是国民党座都不行 因为他们是中国国民党 民进党座 我们去看僵尸 我们去干什么去干什么 就很双标 反正他们双标人 我们就会支持双标的党啊 你认同的打7好不好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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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